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三重區 這家非常知名的古早味米苔木 聲音也蠻好的 這邊應該才算是店家的正面 因為我剛剛才走過來 叫做... 好,就自己看好了 口誤的話又麻煩 各式小菜傳統古早味,米粉湯 米粉湯看起來就蠻好吃的感覺 各式小菜看起來都很新鮮 老闆娘你好 那小錢現在你們店名要怎麼唸? 怕唸錯 麗紅啊 麗紅啊,沒有口誤就好 好,菜單在這邊可以看一下 都算是... 算是銅板價,算 好,看一下這個菜單 然後小菜非常多種 呃...那為老闆娘好了 老闆娘你好 那我就要點那個... 小碗米粉湯 小的米粉湯 然後...還有啦,小菜 那...小菜... 你要這裡吃喔? 啊,對 呃...用講的就好了嘛 大腸頭,然後... 乾粘肉 跟... 老闆娘推薦一個好了 選擇性困難 粉乾 好,粉乾 那燙青菜有什麼青菜 豆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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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地瓜葉 沒有 好,那不要 那再一份油豆腐 好 來,謝謝 感覺不錯了喔 因為是菜市場啦 所以這個小菜也很新鮮 老闆娘笑容也很甜 老闆推薦的應該就是... 特別厲害了 這樣齁 豆腐一塊兩塊 一塊兩塊 一塊好了 好,謝謝 謝謝 我們這裡老闆娘就要切材料 這樣齁 這樣齁 喔,還有戴手套 這樣很乾淨耶 好,所以這個... 符合要求衛生的店家 也是有的啊 OK 好,謝謝 好,那現在就趕快吃吃看齁 那這個擺盤也蠻漂亮的 然後還有附這個... 應該是醬油膏 蒜蓉醬油膏 好 再加一點這個... 店家自製的辣椒醬 好,其實先從這個老闆推薦的粉乾 開始吃吃看 好,感覺就蠻讚的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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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粉嫩粉嫩 很好吃耶 好吃又新鮮 又乾甜 不會有苦味 又好嚼 很嫩 很嫩 上面應該是甜辣醬 有一點甜...甜醬 溫的 不溫的耶 呃...甜辣醬 甜辣醬 所以我沒說錯 嗯嗯嗯 很好吃 這個嫩乾我分數給100分 然後我覺得有這個 台式餐廳的這個水準 噢 噢 這個粉乾 粉乾超嫩 嗯嗯嗯 噢 這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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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噢,今天我就超滿意了 噢 今天吃到這樣覺得很爽 嗯 好吃啊 噢 東西樣樣新鮮 然後那個香菜很香 噢 那粉乾真的厲害 好,再來是乾點肉 嗯 噢 樣樣都非常有水準 超級好吃 然後這個大腸頭 今天我這樣太開心了 我這樣吃得很爽 肥滋滋肥滋的大腸 沒有說錯啊 肥滋滋 嗯 大腸頭 充滿這個油脂的香氣啊 新鮮又美味 然後還帶這個 甘甜味啊 就這個 肉本身的甘甜味啊 噢,很好吃 超級好吃的 噢,它酸菜也很香 讚喔,樣樣都很讚 超級好吃 嗯嗯嗯 噢,這個真的值得一來再來的店家 很美味 噢,怎麼那麼好吃啊 噢,怎麼那麼好吃啊 我一入口就知道有沒有 真的是很厲害 樣樣都非常的精緻 嗯 噢,這應該要多來幾遍 哈哈 噢,好好吃喔 這要真的讚讚讚讚讚讚 超讚的 嗯 嗯 油豆腐也很清香 然後很多孔洞 在吸收了這個高湯的甘甜味 噢,樣樣都很棒 小菜超級厲害的 我今天就吃得非常的滿意 噢,太棒了 噢,這個小菜又給100分 其實已經突破100分了 因為覺得120分了 超好吃的 阿老闆娘想請問 這家店在這裡已經開多久了 三代 噢,所以已經有50年以上了 噢 阿老闆娘在那邊 噢,我可以拍到它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好,那 老闆娘都很和氣啊 都很好吃耶 謝謝 怎麼會這麼好吃啊 欸,因為我們這第三代啊 欸 欸 是因為東西拿到很新鮮就處理嗎 當然,那一定會新鮮 阿我們都拿 吃到在這裡買的 欸 都每天早上才送到 噢,這樣 欸 非常非常 東西好吃就是要新鮮 欸 新鮮才會好吃 欸 超級好吃的 對,謝謝阿 欸欸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隱藏版 糯米茶 有嗎?現在有嗎? 對,今天沒有,明天才有 噢,明天啊 明天休息 喔 禮拜六才有 真的好吃 噢 差不多九點半出來 十點半就沒了 噢,有有有 我前幾天有看到 欸,對 好 下次要嘗嘗看 謝謝 下次來嘗嘗看 真的好吃 就是 這是新鮮啊 欸,我們東西都自己做 欸 不像外面拿那個 就是 買 人家弄好的 我們都自己做 我們什麼東西都自己做 很好吃 有很好吃 那吃出來就是 那個 東西都很新鮮很甘甜 對 有新鮮才會好吃啊 欸 像我之前曾經有吃過 別的那個米粉湯的店 它那個大腸 白白的 好像沒有味道 好像是進口的 那都不甜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 對 就是早上齁 對 那個豬灘拿來 對 因為齁 不像那個 對阿 像進口的 差很多 對阿,是比較便宜 它可能才 它那個乾煉肉啦 嘴邊肉啦 真的粉底的才好吃 欸 那 那是那個進口的齁 不會甜 不會甜 不會香 對 就是只有一個肉 它根本沒味道 對,沒味道 就只有肉而已 根本都不好吃 別家 我們的醬真的好 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的醬真的好 照一下 好 就是有那個 台菜 台菜餐廳的水準 真的 是真的 因為我們都用好的習慣 吃起來東西才會好吃 隨便弄弄 吃起來味道不一樣 謝謝 老闆娘辛苦了 不會不會 習慣了 我們這裡 五十幾年了 這一攤五十幾年了 謝謝 三代 三代了 我第二代 好 真的值得一來再來 好,那再來吃米粉湯 謝謝 好,再來吃吃看這邊的米粉湯 想必也是一百分啦 已經有三代 沒有三代 但是我們這裡的客人也有好幾代 我們都吃了好幾代 這樣齁 像我是傳三代 但是我是第一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好吃 然後湯頭就很清甜 很清甜 很清甜 油蔥醋這些應該都自己炸的 很辛香 反正跟這個小沛搭配起來 真的是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好,等一下喔 謝謝 就靠這個湯頭本身的甘甜 就帶出這個 一切材料的鮮味 相輔相成 這個豬油的香氣 非常的芬芳 超級好吃 好吃啊,冰優啊 你們有沒有賣滷肉飯 滷肉飯應該也會很好吃啊 沒有滷肉飯 哈哈哈哈 很好入口 好,真是好吃到不行喔 一定要親自來吃吃看 雖然是路邊攤 但是讓我非常的感動 超級好吃的 恩恩恩 讚 不過它米粉是煮的比較軟Q啦 應該是因為老人家比較多 所以會比較好入口 一定要嘗嘗看 對了,忘了加胡椒粉 那個 加點胡椒粉 然後 比較好吃啊 恩 好 一定要加胡椒粉 味道變比較利品 好吃啊 這個要分批來攻略喔 每一種我都想吃耶 每一種我都想吃 每一種都想吃 哈哈 好,老闆請我吃吃看這個乾麵 口誤更正啦,老闆娘 少一個字 好,那老闆娘講說這個 切仔麵也是他們的招牌耶 好 連碗都分喔 好 現在就試試看 我的筷子掉了 這是重新再拿一雙呢 這個喔 一樣有油蔥酥 喔,這種 無老口味的切仔麵啊 看起來就很好吃 嗯 那要怎麼形容呢 就是那種 豬油拌麵 然後 油麵 就是那種 古早味古早味啊 很簡單的味道 要加點辣椒醬會比較好吃 嗯 就是一種古早味耶 嗯 大概是我小時候 或是我阿公那個時代 那種乾麵的感覺 嗯,好吃 嗯 嗯 這邊東西樣樣都非常的精緻啊 然後都是一種古早味 嗯,好吃 樣樣我都覺得是100分了 真的很讚 然後老闆又很親切 然後又很衛生 所以這個 非常值得推薦的店家 嗯 它佐料也很香 香菜味道非常的濃郁 嗯 就是因為從菜市場拿的 所以非常的美味啊 哇,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這一條是什麼 噢,只是油蔥 好,樣樣都很美味 這個 老闆娘掛保證 我就是覺得很好吃 好吃 好,我就大口大口把它吃完 好,那再加點一盤五花肉 加軟絲 哦,其實這一定超級好吃的啊 看這個豬肉的顏色啊 非常的美啊 肥 肥脂肥脂肥脂的這個豬皮啊 嗯 嗯 這說黑豬肉 真正的黑豬肉 嗯,很清甜 它的味道很立體 皮的地方充滿膠質 啊,油脂的味道很香 再來就嚼到瘦肉部分很甘甜 哦,很好吃 超級好吃的啊 嗯 嗯 嗯 就是那種很高檔的豬肉 嗯 朋友啊 好吃到不行啊 其實沙拉肥也是只有一點點肥 超級好吃的 嗯 超級好吃的 嗯 它的皮的部分吃起來有點像果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油脂的香氣 然後再來是瘦肉 味道 先是分開再組合在一起 非常的立體 然後非常的香 嗯 嗯,好吃 喜歡吃無花肉這個必點 超級好吃 好,再來這個軟絲 吃吃看原味的看看 哦 哦 這軟絲好新鮮哦 吃起來很清甜 哦 不好意思哦 剛剛對焦糊了一下 哦 超級好吃的這個 很新鮮哦 哦 哦 它是很清甜 然後 很有嚼勁 而不是那種不好嚼的那種嚼勁 是嚼起來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這樣哦 哦,反正這家東西 其實樣樣都非常的美味 嗯 嗯 嗯 好,我一定要來吃吃看 個人覺得非常的推薦 這個紅燈籠旁邊就有掛一個古早味 個人覺得是 非常名副其實 很美味很美味的店家 然後價錢也不貴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今天這個菜市場 可能就只拍一小段了 因為我今天有一點累 好,那這邊就是菜市場入口的地方 好,掰掰 好,這個是今天在三重區忠孝橋上的風景 現在那個小小的那個建築物 就是101大樓 好,今天台北市的天空音音了 今天台北市的天空音音了 好,最近都沒有拍到飛機耶 哈哈 最近都沒有拍到飛機耶 最近都沒有拍到飛機耶 哈哈 最近都沒有拍到飛機耶 哈哈 很棒 然後可以拍到飛機機耶 就希望各位欣賞一下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拜拜